好,收盘了,今天是11月4号,周一,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 首先第一点,咱们注意一下,大盘呢,今天虽然没有出一根次养过这个21位,对吧 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大盘在这里目前来看的话,好像是收了一对红眼睛,对吧 那既然收了一对红眼睛的话,我们就还是明天密切的关注 它能不能够出一个什么,次养过阴班,因为今天毕竟是什么,是属于一个家长量缩的态势 常态来说,明天理当还有高点,只是说不要出现一个什么,大幅的跳空高开,然后低走 因为大幅的跳空高开,容易形成低走,这个在我们这次的学习班的分识里面是跟大家讲过 那同时的话,今天的尾班拉伸过急,距离这个黄线也有距离 所以它明天还会有一个回归的动作 那大阪之所以是这样呢,是来自于这个脚屎棍,证券 请问证券是不是今天过了2亿啊,对吧 好,证券过了2亿,早两天呢,有一位朋友在公众号里面留言 也是周四,周四的公众号里面,我们没有直接跟大家讲 注意高标股的一个跌停潮,扎板,但是讲了一下,关键看证券 结果第二天,证券跌了,然后他在那里留一个什么言呢 他就说,我带证券如初恋,证券把我挂在山间 那首先一点,学了分识的大家告诉我,这个地方你会不会被挂在山间 你会不会买在这个位置,究竟是应该买还是应该卖 好,这就是典型的什么,他的分时基础不老 好,第二,我们看一下,请问证券在这一段里面 是不是也是采取的,是一种直憋的方式 咱们文心自问,行股之人一辈子,难道就没有遇到过直憋的票吗 那在这一天,他是不是出了一个阳线盖阴线 但是呢,他不能够确认是因为什么,未过鬼门关 是不是股价,他容易往下穿 好,那王牌键等三天,三五八天方向选,这是第一天 请问是不是第二天,他就选的方向了 那明天,他是不是需要的是一个,过不是过回踩不破 才会有上攻骑十顶,甚至于什么,攻打这个高亮柱的底 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日线里面的标准 那这位朋友,他也没有 那一没有日线的标准,二没有分时的标准 那您这样去乱打票,我相信神仙也救不了令 好吧,那您在山顶上也好,山崖上也好 可能以后还会有什么,还会有在华山之巅,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记得,是要基础扎实 有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那就像有些票跟你讲了,你也看不懂 您还要去参与,然后再过来问怎么办,那社所只好不回答 我也不说凉拌,对不对,这个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个基础的问题 好吧,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先要看一下涨幅,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今天是靠权重,再拿指数,那权重里面,我们就看好了什么 它的这些前面,是不是证券在这里面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相反,我们看涨停加速里面,是不是这个当中有题材 首先就是什么,汽车类的,对不对 这就是明显出了一个什么,是不是出了一个阳线,盖了阴线 这就叫做有太短,对吧 那汽车一涨,您想一下,相关的概念板块里面,会不会没有它 新能源车,减震器,是不是它就来了 这就和什么,房地产一涨,是不是物业管理啊 等等那些七七八八也来了一样 所以的话,它的概念板块,一定是跟随什么 跟随行业板块来的,好吧 那这两天呢,因为大家备课,然后再赶头条的视频 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的收评呢,相对来说也简短一点 我也不打算再去讲太多 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已经讲的够多了 懂的,它自然懂,不懂的,你讲太多,它还是不懂 第一个的话,我们注意一下,事实今天想点一个板块 就是什么,减速器 因为只有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架在涨,量在缩 那左锋,近在直尺 那咱们就看一下它这个缩量的上涨,能否会有一冲 如果一冲的话,那可能汽车类的票 尤其是什么,结合这个减速器 它短线就容易有很多牛股的一个冒头 这讲的第一点 好,然后第二点,说过要看这个高标 那这个高标今天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异动 谁在撬板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撬板 当然这个票就不要进了 哪怕是后面反包也不要进 这是在学习班里面跟大家讲过的 大家不要去误会 好吧 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 火中取栗 你搞不好就会烫伤自己的手 吃到的是一点什么,盈头的小肉 对吧 所以的话,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但是要观察它是因为它是什么市场的高标龙头 那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异动 是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里面的资金 它要想办法出逃 所以这个后面就像当初讲的正单一样 它一定会在这里展开一个正单 所以的话,当它正式的开板开始往上了 那么前面那些跟随下跌的高标股就往往容易掉头 这个里面也不是什么,所有的票后面都没有行情了 这个我们昨天的课上跟大家讲了的 所以您就关注一下高标股 这是结合了什么 它是结合了一个10点的问题 明白不明白 讲的就是这样一点 好吧 所以的话,我们记得要在盘中去盯一盯 那板块上面的话也无需讲太多 今天我们就只把关键的给点出来了 对吧 大家留意一下新能源里面的 尤其是什么减速器 叠加了汽车类 这个两点 它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个股 咱们就只讲一只中途来上车的 那您想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近的一个左锋 不攻克它,骨架能涨不? 所以它在这里出了一个异象 它来了一个什么?板枪 这是不是一个明显的异动 但是我想请问 看到这里,它前面黄白二线是什么? 是夫唱夫随的 可是请问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对头了 因为为什么?它的黄线不跟了 那尾盘的拉伸 常态来说,尾盘拉伸与尾盘峰板一样 非间极道 但是处于这个位置 是不是试探的信号比较明显 好,于是乎单枪常态看跌 板枪常态看跌 结果次日,它是不是来了一个变态? 它就上涨了 但是上涨归上涨 还是那句话 它不过风,它能涨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呢,它第二天来了一个什么? 跳空高开于什么? 高亮假硬真阳的尸体 然后过了它的尸体 来了一个涨停 那你想,在先有试探,后有突破 它需不需要后面的一个回踩不破的动作? 好,我们一看 那在这里再出一个什么? 假硬真阳 产生一个高亮顺移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它有没有跌破这个风 它暂时就没有跌破这个风 但是它同时是不是形成了一根高亮柱 形成了这根高亮柱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参考目标? 为什么? 因为它的量挪到这里来了 它为什么挪到这里来了? 我们待会去缩图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一缩图,这个右边是不是跑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接着再看 是不是就来了 那你想,高亮柱常态是看跌的 对吧? 变态才上涨 那请问一下 这里的这个分时 是不是我们课堂里面讲的分时的基础? 是不是头条 是有复盘里面讲的分时的基础? 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么大的压力 看懂了吧 它就在打它 所以的话 那今天虽然它涨停了 假如我们遇上了这样的情况 也不要什么掉以轻心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一个什么涨停板 紧跟着它来了一个什么 高开低走的假阴真阳 那它是不是算一个阴灰吗? 阴灰之后又来了一个什么阳灰吗? 那您说它有没有可能后面再次的形成阴阳灰马枪呢? 所以我们做预案就一定要是这样去做 明不明白 这个才是当下的一个关键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boss 横在了这里 你要想通关或者说想要打过关 你不把它给干掉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个票它的兼构还是好的 好吧 所以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趋势不坏 我们来回来关注 那您想一下 既然现在目前的高标股 一直还在处于下跌的当中 是不是应该我们遵循的是什么? 高低来切换 那您看一下 这样的位置 它是高呢? 还是低呢? 那这样的位置 请问是高呢? 还是低呢? 对吧 我还指望 哎呀 我去参与一下 它搞不好从31涨到62呢? 还翻一倍 对吧 如果您这样想 那就真是什么? 想多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记住一个节奏 高低的一个切换 对不对 就像什么? 今天有人在问 这个票一样 高标股下跌 作为小弟 要不要跟风? 但是跟风王 为什么他可以反包? 请问他是高还是低?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逻辑 对吧 如果他到了这儿来了 您试试看 看他还跟不跟风? 看他还反不反包? 好吧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逻辑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好吧 好了 那今天的收听内容 我们也不想讲太多了 大家就注意一下 把握一下这个板块 然后按自己的标准来 好吧 然后特别关注一下 明天的大盘 看能否突破他的二一 来完成这一段里面的一个解别 好不好 因为目前仍然还是处于直别当中 好了 那今天的收听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